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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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跟大家談一談關於安樂史的話題 當然這個話題也不是現在才有的 東方、中國 當然過去沒有所謂的安樂史 從西方醫學進步之後 開始有了這樣子的話題 不管是用在人身上 還是用在動物身上 現在普遍來說 因為一些法律法規的問題 用在人身上的相對來說少一點 因為要符合當地的法律 用在寵物身上的相對的多 這個問題上面 大家就會有一些宗教人士在這個方面探討 佛教到底主不主張安樂史 雖然說佛教是以慈悲為本的 我們會看到眾生在臨終前 在這個過程當中受到這病痛的折磨 我們會很不忍心 會覺得很痛苦 希望他們有早點脫離這種痛苦 但是如果有醫學做不到的情況之下 有些人就會採取安樂史 那麼有時候是為了自己的家人 有時候甚至是個人 就是自己主張自己的安樂史 有時候是因為為了自己的寵物等等 但不管怎麼樣 在佛教的主張當中 從來就不主張安樂史 過去 安樂史其實就是等同於自殺 只是說它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自殺 自我了斷 當然有時候是他殺 或者不一定是自己為了自己 有時候是為了寵物 或者是為了自己的親人 但不管怎麼樣呢 這種方式雖然一時的解決了 它暫時的 在臨終受病痛折磨的這種痛苦 可是呢 並沒有辦法解決它真正的業果 或者是業報 佛教是一個非常正面積極的主張 向來都是 不管我們看到業力因果也好 或者說 在自己的困境逆境的時候 佛教呢 會主張我們要去面對 要去接受 要去了解因果 去改變因果 去創造因果 而不是那種消極的去逃避 或者說是 選擇性的處理 所以在這一點上呢 如果只是 一時的改變了它暫時的業果 但實際上它的業報還沒有受完 它的來勢 或者說很多事 還是一樣要繼續結束 或者說要銷售這種果報的 而且因為這種習氣的種下 會導致它更多生更多事 會一直用這種方式來面對問題 跟解決問題 也就是說 用一種逃避的方式跟心態 這個會變成一種習氣 好像是自己遇到一點不開心的 或者說一點痛苦 身體上的折磨 病痛 然後醫生判讀 現在醫療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 就不會再去積極的去面對 他的生活 面對他的人生 而是會選擇消極的逃避 選擇安樂死 這個東西 不管是用什麼方式方法 是用醫療的方式也好 甚至是用一些 佛法的方式來講也好 全部都是 都是不主張的 在佛教裡面都是不允許的 大家知道我前幾次的開示裡面 有提到過關於 藏傳佛教當中 密稱的這種淨土法門 也就是所謂的破阿法 潛世法 這種法門 在過去西藏的傳統裡面 是不會教導給年輕人的 特別是小孩子 年輕人是不會教導 通常只教導一些 上年歲歲數的 或者說得了重病的等等的 原因是 怕有一些人 用這種破阿法 潛世法的方式 來 了卻纏身 也不能說了卻纏身 來 類似於現在的安樂死 如果他遇到一些挫折 遇到一些病痛 但是他夜報還沒有受完 他並沒有還要 並沒有到他的一個所謂的 受緣耗盡的情況之下 他就提前想要為了躲避 這種痛苦 然後使用破阿法的方式 運用這種方式 來強烈讓自己解脫 脫離痛苦 那麼這個是佛教裡面 也是不允許跟不鼓勵不主張的 在過去佛陀時代 那個時候呢 就已經有類似這樣子的案例 有這樣子的公案 當時佛陀在 提設離城 那個時候呢 他在那邊教導 比丘們修行不敬觀 大家知道 不敬觀就是 觀自己的肉身 非常的汙濁 五韻是這個 濃血 白骨等等所聚合而成的 而且呢 鼓勵們比丘說 修不敬觀能有大成就 有大福德 然後教導了這個法門之後 佛陀他就做了半個月的 一個閉關禪修 那麼除了他身邊 一位照顧他飲食 起居的一個護官的人以外呢 他不希望任何人來到他住出去 那麼這個時候 當然大家也就遵照佛陀的意思 咱們這個期間沒有打擾 當然這個地方有人會問 為什麼佛陀都已經成佛了 還要閉關還要修行 然後這個以後 這個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但不管怎麼樣 視線上面 佛陀的視線上面是這個樣子的 那麼所以在這個期間 比丘們因為聽從佛陀的教導 然後一直晴修不敬觀 以至於很多比丘對自己的身體 感到非常的厭惡 覺得很 很不舒服 也很噁心 很想要逃避自己的這種身體 所以呢有的人是拿刀自殺的 有的人是服毒自禁的 還有呢這個上吊跳也來自殺的 甚至還有一些呢是請求其他的比丘 來為自己結束性命的 那麼當時呢有一位 厭惡自己身體的比丘 他找到了一個外道 然後將自己的隨身的這個 一波三衣 作為交換條件 就是說你殺了我 然後殺了我之後呢 這個衣服 法衣還有這個波 就送給你了 要求這個外道來殺了他 然後 他這個外道當時呢 在河邊 要一邊磨刀厚厚 準備要殺人 然後這個時候他就在一邊洗刀 一邊一直在想 我就為了貪圖這麼一點衣服 這麼一點 就三件 還不一定是新的 泡泡拉拉別人穿過的 然後一個波 就為了這麼一點 銀頭小力來殺人 他開始有點疑問疑惑 甚至有點後悔 當時剛好有 魔界的天眾 就是所謂的魔王 知道了他的想法 然後反而鼓勵他說 你可以這麼做喔 你這樣做的話 會得到無量的功德喔 因為還願意你幫助一個有持際 有功德的釋迦利子 使他未解脫而得到解脫 未涅盤而得到涅盤等等喔 然後你還可以得到他隨身的這個衣服啊 衣物啊 要很大加持等等 反正 大家知道喔 魔王視線的時候 基本上他就是用一種 不會告訴你我是魔王三個字 有四個字 但是呢他會用一種 讓你似似而非的方式 引導你做顛倒的 顛倒英國的這種行為 那麼這個外道呢 他聽了這樣子的鼓勵跟讚嘆之後呢 他就真的以為這麼做有大功德 所以呢 他又帶了刀子 除了殺了這個 請他殺了這位比丘以外 他還到了比丘們的住處 殘房 甚至在路邊 然後就是主動的去問喔 有哪些沒有得到解脫涅槃的 有持戒 有功德的比丘呢 需要他服務的啊 所以呢 這個 期間有很多 因為修不禁觀 厭惡自己身體 自己的無韻 這樣子肉身 射身的一些比丘 就紛紛跳出來 然後就跟他要求 要他們 要這個外道殺了他們 這個所以 在那短短的半月之內 就死了60多個比丘 等到了這個時間 佛陀閉關結束出關之後 他每個月 半個月半個月要做佈煞 就是比丘的一個懺悔 所以呢 每個月 在這個十五的時候 做佈煞的時候 他發現 參與的比丘少了非常的多 然後這個時候 他就詢問阿難尊者 阿難尊者就把事情禀報佛陀 然後而且呢 請求佛陀以後不要再教不禁觀 或者說呢 除了就不禁觀以外 是不是還要修其他的法門 那麼因為這樣子的因緣 後來佛陀相應的 制定了一些戒律 那麼制定了一些 不允許自殺的 包括比丘的這樣子的措施 避免這樣子的一種措施發生 當然 有一種情況之下 有時候有一些 阿羅漢 或者是這個女眾 這個女的阿羅漢 他們如果因為自己的 這個 過去的業 我們在很多的百頁經當中 你可以看得到一些公案 他們因為自己的業 他在最後的 涅槃之前的過程 其實不一定都是這麼的順遂 有的是經歷過非常大的痛苦 非常大的怎麼樣的一種折磨 但是最後呢 有一些是因為他們忍受不了佛陀 提前涅槃的這一種痛苦 那麼所以他們提前的事先涅槃等等 那麼這個是他們有贈得阿羅漢國的情況之下 那麼他們知道這些因緣跟這個因果 不是全部但是部分的因果之下呢 那麼這種情況之下才有辦法去做到的 其他時候 所有的時候都是不允許這種自殺的行為 不管是用佛法的方式也好 還是用我們世間的方式也好 都是不允許的 所以在這一點上呢 不管是 當然這個安樂死跟放棄急救治療 就是這個或者說是 現在這種強制性的入侵式的這種治療的放棄 或者說是把管等等 這個上面當然還是有一些差異的 這個的話就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那我們今天只是在這邊跟大家介紹 在佛教當中的安樂死 只要是那種為了脫離自己的痛苦 自我的痛苦 為了厭世為了逃避 或者說是看到別人痛苦 不管是你的親人還是你的寵物 在這種時候做這種安樂死 實際上除非啦 除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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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有一顆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菩提心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不是說就沒有夜報 還是有夜報的 只是說因為你的善心菩提心的情況之下 有可能你的善念 這個善業可以大過於你的惡業 但是不代表說你就不存在這種惡業了 就是像佛陀當時為了這個五百個傷主 然後他後來殺了那位想要殺這個五百傷主的那個惡人一樣 他後來覺得說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 為了這種發心 然後來殺了他 但是這個前提就是 你真的是 門心自問 非常 只是為了一顆善心 慈悲心 這一種前提 不忍他們受苦的心 然後覺得 這樣子 哪怕這樣子殺了 如果有夜就由我來承擔吧 如果是這樣子的條件 這種菩薩性的情況之下 夜還是會存在的 只是說這種善念的關係 所以可能會大過而言 其他情況之下 反正總而言之 從 聖文誠 從英國 就英國本身的角度來說的話 安樂斯本身 他一定是會有殺生的這種果報的夜存在的 這個是避免不了的 所以 在這種情況之下 大家在做這種世間的事情 不管是為自己還是為家人 親人 還是為自己的寵物的時候 就要門心自問 好好想一想 我們自己的發心 還有你自己是不是真的 有這樣子的意願 有這樣的能力 來承擔他們的業果 今天簡單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感恩大家 阿彌陀佛 我 我 你